大家好,我是Den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到选择障碍的情况 像在韩国的话会有 然后就是在饭圈里的最大话题 黑粉还是酸民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天缠着BLACKPINK的黑粉 以及SOREN的酸民们 最近有关注韩国爱豆论坛的人应该发现到 在韩国饭圈非常有名的一个黑粉 又开始不停的刷屏攻击BLACKPINK 而这个人是 之前因为拿着凶器到YG公司闹事 也被警方逮捕过的 今年快40岁的一位女性 在韩国饭圈称她为是 有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患者 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这位黑粉在DC论坛 短短一个小时内上传的贴文 YG不要再欺负我了 对,我是很可怜的人 YG制作费不够 毁掉YG的Teddy YG会出来吗? 很好奇吧 我告诉你们新团消息 因为Teddy我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一开始就不该动我了 看这个上传时间的话 5点10分,5点23分,5点27分 后来就是每一两分钟就上传一个内容 然后这些是在潘论坛 4月27号一天上传的所有贴文 内容大部分都是吐槽BLACKPINK的收入 自己比他们赚得多 甚至也有GD暗恋了自己十多年 现在被捷你骗了等等的废话 真的是Legend的黑粉 在DC论坛很有名 在YG股票论坛大叔们之间也很有名 现在在潘也很有名 都这把年纪了 这是在干嘛呢? 他在IG也发疯 但是他写的内容 不管是谁看了都会觉得很奇怪 马上就能感受到妄想症很严重 他还在GD的YouTube留言刷屏 真的快要疯了 不过最好笑的是 上次他写的有关千年扑林的贴文 还收到了2000多个点赞 他虽然也有问题 但是那些跟风点赞留言的人更可笑 对 所以之前也说过了 如果在网上看到有人 拿韩国论坛的截图翻译过来后说 韩国网友都这么想实吹了什么的内容的话 千万不要马上相信 因为很可能就是黑粉搬了黑粉的作品过来而已 多看几个论坛的反应 多看几个人的意见 再自己做判断就可以了 OK 然后就是 在米娜发完后的这两天 又有非常多的酸民们 特意到釵连的埃及底下留言攻击他 釵连你知道现在因为你 米娜自烦的满地都是血吗 四X吧 不会对不起前成员吗 这跟XX有什么两样 哇 把米娜做成那样 你过得可真优先啊 但是相对的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釵连了 在这里留酸烟的人都去死吧 釵连加油 都为釵连感到可怜 这些人都自以为是什么 很可笑 说实话在这里骂釵连的人都是因为嫉妒吧 有时间来釵连的埃及骂人 不如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非得要特意跑来骂人吗 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讨厌的人身上呢 釵连从3月2号开始就没有再更新IG 我个人是希望釵连能继续不看IG 这些连指责跟肥谤都分不清的用假账号的酸民们 只要不给他们关系 就会自动消失的 所以就不要理他们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宇杰森就是Unonym的消息 4月21号 在宇杰森主持的谈话性综艺节目 Yukizandblog出演了一位神父 这位神父基因一个为了手头不宽裕的大学生等青年们 提供一餐是3000韩币的餐厅 饭 汤都可以继续许 这是在韩国 尤其是在首尔真的是非常便宜 这位神父表示 一开始本来是想要免费提供 但是后来怕会有帮助贫穷青年的餐厅的形象 导致很多青年们都不容易来吃饭 所以就订了3000元的价格 在听完神父的话后 酋醉我就说了 如果宇杰森能去吃一段饭后留下签名的话 应该会很好 而宇杰森却笑着说 这种地方比起签名捐款不应该更好吗 结果在节目播放不到一个礼拜 宇杰森真的捐款了5000万韩币 哇 杰森哥太连人尊敬了 虽然宇杰森说那句话的时候 是很轻松开玩笑的情况 但是就能感觉到宇杰森是真心的 刘大神是不是真的是神呢 现在宇杰森反而像一鸣了 总结一下就是 为了更美好的世界 希望宇杰森能渐渐康康地成命百岁 好对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